李勇离世第五天,妻子哈文写下伤感文字,一句话看得网友泪流满面。 李勇离世的消息,我们都是昨天才得知的,而李勇老师的妻子哈文称是在1.0月25日凌晨5点离世的也就是说, 今天是李勇老师离世的第五天了李勇老师的,告别仪式和葬礼都已经结束,而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之前因为处理后事忙,路的哈文老师现在大概也休息下来了,但是休息的时候,对李勇老师的思念,知情肯定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就在今天李勇老师离世的第五天,哈文老师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写下了一段伤感文字每一句话都是清真意切的, 但是只有一句话,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看着我们是泪流满面啊,标签,娱乐,李勇,李氏,妻子,哈文。 可以看到哈文老师对李勇老师的爱是真的,很深了最让小编感动的就是哪一句,所以可以。 有人爱或者正爱人的你请张开双臂,对身边的那个人说句我爱你, 现在人们的生活都很快速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对身边的挚心说过一句,我爱你,难道真的要等到那个人离开了才懂得珍惜吗? 哈文老师还称自己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懂得过去的自己最愚昧的地方,就是将大坝的时光浪费的争吵和解释上。 确实现在很多夫妻的生活都是伴随着争吵和指责对方过来的虽然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 但这些事情也确实会影响到夫妻感情和不将有限的时间放在爱对方上面呢。 哈文老师很简单地起了一个题目,哈文的文,第一句说的就是, 当灾难来临恋人失去往事如老回忆成伤留在世间的那个人才在后悔和眼泪中明白,是啊。 。 。